好,下一套啦 下一套是Campion 即是,什神者 但如果你打《士神者》 你會找到 郭彥特 很搞笑 如果出《士神者》會出動畫 一看,什麼來的 宣傳說會出動畫 一看,咦,什麼來的 我不是打錯了 我看宣傳給他 咦,是不是中國出品 但日本公司 給個名額再看 典型的後宮類作品 嘩,他還要後宮得很出樣的 因為 大家看這個OP,最後一個 就是五條女 躺在那裡,圍著 男主角的樣子 這些?還是什麼? OP 後宮得很過分的樣子 而且他OP,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 男女主角去打 嘩,三個口供很英文 我看著他 好奇怪 好過分 不要說,我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說,你搞什麼 第一集都好些 第一集就是,無緣無故說 阿爺要我送些東西過來 然後無緣無故成為了《士神者》 不是無緣無緣無故的 被女主角追 撥倒了個什麼 撥倒了個軍神 是 是 簡單說,第一集做什麼 有一條傻佬 即是男主角 草替戶堂 這幾個東西 還一塊石板給他爺爺的朋友 當然要逛逛逛逛 去到意大利 給一個金法的小姐 兜搭她 攔截她 跟她說一些她不知說什麼的意大利文 最荒謬的就是 說完之後 他懂得說日文 你不懂得說日文的嗎 不,你不懂 你不懂,你不懂 但用日文說的 以前有個說話 作英文作文 Can I speak Chinese? Yes, OK 即是怎樣 英文作文 Can I speak Chinese? 即是之後的東西會用中文 噢 不是不給分 隨便 接著開展 他們去找到他爺爺的故人 即是這個女魔法士 接著 搞了一段時間 你當作簡簡單簡單 總之 Turn out 就是 有一個叫軍神的物體 一個少年 其實他是一個神來的 這個人很喜歡和別人挑機 他在搞你搞老 在弄另一個神出來 所謂叫不順從之神 都不知道什麼鬼 之前有一個出的野豬 之後出了一個巨人 這些都是神來的 總之 總之 主角 因為 打贏了這個軍神之後 小心尾刀了那隻神 是的 對 打在打中 無緣無故尾刀了那隻神 是的 不知道 然後吸收了 應該是他有的軍神 那塊石板是一本魔法書來的 那塊石板的能力就是偷東西來的 所以 又是一個賊 對 盜賊技能 很威風 偷尾刀還不是賊做的事 反正是人渣級 是 那他做了什麼呢 就是 那個軍神想要用來射他 用那招叫白馬 不是Lancer 那招叫白馬 那招叫白馬 最簡單的 他被他偷了 然後他用那招白馬 是射他 的軍神 因為白馬 是軍神裡面最厲害的那招 那招 於是軍神又被人 當然他又搶了那支黃金刀 那招不是Lancer 那招不是Lancer 那招 那招 那招是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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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個神的保護膜 那招又可以無屍 那招是北道具 我剛看完第一集之後 那招會那招是什麼 他招會什麼 那招會什麼 那招會那招是神的 那招就是 然後就招就是 又招的時候 最主要招就是 那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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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他招完這兩件事後 那招是神的 喔 什麼招是神的 招是神的 那招是神的 然後那招是神的 然後那招就是 那招就是 然後第一集說 那招是會回收石板 我這塊石板不應該有理由,然後我到他開了之後,哇!然後什麼?馬上道貼咯! 然後就嘴了! 上了床! 應該是想阻礙! 然後就嘴了,嘴完之後,全世界都金閃閃光了! 變了黃金刀,然後那些黃金刀就像萬箭初心插瓜,死了那個軍神! 然後就完結了! 很快的! 完全好神奇的開展! 我完全不知道開展! 我知道就是會有很多神的東西,然後主角就無緣無故拿了一本書,然後那幾個東西就說,最划算是那個軍神! 哦!那本書在你那裡!我還是不收回,我下次先! 不不不!說錯了!白馬是一開始的軍神手限給他! 然後打完之後,給他,我不收回你,然後就被人打念! 他被人打死啊!不是打影啊! 真的嗎? 這些? 不知道的! 算是甚麼?有一點點劇情的廢文片吧! 沒有劇情的廢文? 原來? 不知道的! 哈哈哈! 但他還要說到,不知道他甚麼士神者好像不知道他一個! 七個!他是第七個士神者! 好像小矮人那樣! 但前面那六個,好像又不能說過! 我覺得第一集不說,沒甚麼所謂的! 總之你是士神者!OK! 但是那一條小矮人被人打死了六次啊! 還是有其他的神? 另外有六個不同的人,殺過神的! 然後就偷了神的能力! 裡面叫權能,變成士神者! 因為他擁有神的能力,偷了神的能力,可以同神匹敵! 即是說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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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七超能力者! 七個尾刀人! 同人量產法! 十七同人! 十七同人的朋友! 是 即是七個尾刀人! 所以成為士神者很簡單! 只要其中一個,撿到尾刀開始! 他打完之後,然後再撿尾刀就行了! 不行啊!大哥! 有成一百層,不是一百個士神的! 但士神者,他不會成為神的吧? 不會啊! 人來的! 不是!他當然是他第二集說到的! 即是就算他取得好權能,所有權能都是有條件性去觸發的! 不是!他那些才是! 咦!只是他那些才是! 咦!只是他那些才是! 是啊!他那些才那麼麻煩! 即是他那個好像輪盤一樣! 因為他多能力! 因為一個神已經那麼多能力! 其實其他那些士神者就沒有那麼煩! 即是他想用就用! 他那些一天用一次,還要有條件發動的! 即是麻煩! 就比較麻煩! 死落人! 什麼落人! 然後第二集就說回阿里卡! 阿里卡! 人生活很幸福的開展! 杜鐵! 訓練!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一開始就是阿里卡好像說到他想殺神! 然後他又殺不了神! 然後他的實力又好像不夠主角勁! 然後第二集就說,其實你就算用到士神的力量,你也會被打得贏! 我又撲你一個戒! 哈哈哈哈 你冷靜點!冷靜點! 哈哈哈哈 然後我真的想問,製作菌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第一集我問,第一集的神說,你這些魔法師,魔女怎麼會被救我神? 然後被世神殺了,然後第二集說,其實世神真的打不贏魔女!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鬥修幾次吃東西的方法! 哈哈哈哈 穿著老鼠? 哈哈哈哈 不是,老鼠吃醬! 就算老鼓,老鼠吃貓! 對啦!就是那個打法,就是世神的,打贏神的! 神的! 很搞笑的角度! 那麼他第二集的開始就是,首先,就介紹另一個女角,這個魔女! 他又是,suppose說到,有很多勢力的,這個世界又是! 還有他有個叫宗教的共通,就是他說,在日本神道教裡面就叫這個神什麼什麼,在中國叫這個神什麼什麼,其實他是同一個人來的! 神經病! 你這些東西,他作為一部影片,你魔法那麼羨慕,你都處理不來啦! 何況你這些廢物片! 那... 就是搞過於複雜的! 那又不是 他講太多這些東西! 你第一集,你已經無端端一個挑戰,就成為了世神者! OK,fine! 你用這個,你應該計算是,什麼叫世神者嗎! 你無端端跟我說魔法協會,幹什麼? 不!世神者自免演上已經告訴他,殺了他失業的人啦! 不!你講靈力那些東西,你應該是逐步逐步離現啦! 他就是一口氣過去,去擴大整個世界的世界觀! 我要質疑樹靈的一件事,她是不需要解釋什麼事實者,她的副題有寫的 她的副題是寫著左的 所以她每集一圓都會出副題一次,你會常常看見樹靈姐是什麼 那我看了第二集,因為我已經聽不懂了 第二集看了一半 那女主角很適合口味,所以繼續會看 好,繼續 那她怎麼說呢 第三集打阿典娜,即是小倉圍 她說阿典娜,不是師神姐 也不是阿典娜,當然是神,怎麼會是師神姐 我怎麼知道,只是名字 對,管家,我也是阿典娜 我怎麼知道,會不會有個神叫草替什麼鬼 草替近的好不好 不好 八神,好不好 那第三集說什麼內容 第三集就是阿典娜 阿典娜拿回神力,阿典娜被人收皮 阿典娜是羅里還是什麼 羅里 很正常 後來拿回真身,又變回做姐姐 是不是 QOF 是啊 即是頭髮長了,會高一點 是啊 即是快速 但是說什麼內容呢,實際上 其實也是這麼多 打這個神有沒有意思 有沒有意義 他是說什麼呢,會證諺到一個語言 他的劇經常都用這個 Princess Alice 阿里斯公主的語言 他又說他語言什麼呢 就是說 阿典娜取得真身一日 就會將世界導入冥府 所以日本又會被人滅亡 會收皮 所以世界就是日本 哦明白 所以就要不讓阿典娜拿回真身 當阿典娜拿回真身一陣 日本就會滅亡 所以他就要阻止這件事 有個封印的東西 他們想封印那塊蛇的物體 Mendusa 是啊 Mendusa 是啊 然後封封印 阿典娜過來搞局 然後巫女就撞男主角出來 然後就開始打 即是召喚 然後就 是男主角的人 是啊 因為他十種流離的那種是風 就可以瞬間撞過來 是啊 好像扭蛋掉出來 哈哈 入個五元 然後就掉出來 繼續 哈哈哈哈 都爛得吐槽 不是啊 這件事你不用太認真地說 是啊 那接著就 他會用白馬的招來對付阿典娜 最強的招 因為他白馬的招有個發動條件 好像是要打一些絕對的Evil的東西 那阿典娜他就說有明虎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他可以用白馬來打阿典娜 即是Evil 那沒辦法 明虎又有 但這套東西是不是靠石就可以加強能力 什麼叫靠石 靠石 靠一些女角的石 林主角就可以加強能力 他那些叫 不是 他說他要蝕敏的 他說 把這個阿典娜的知識 透過這個生肯的教導理 這樣 阿典娜知識 於是他們要嘴 有很定時間 嘴不夠時間 又是學不懂 所以他們整集 嘴了三次 不斷地嘴 然後又鎖了一條舌 怎麼可以分開 那樣子 好奇怪 那不如叫蝕敏者 哈哈哈哈 God of Time 不是God of Time 哈哈 他會變成這樣 他會變成這樣 那 他用白馬來打 阿典娜 阿典娜 用盾擋住 然後 因為他拿了盾擋住 那時候 他又令我 你沒手了 我這槍要撞死你 阿典娜的槍 即是 左手 右手 他是很搞笑的 他拿了他女主角 那把鐵造的槍 一下子扔飛錶 扔到阿典娜 好像十米氣步槍 然後阿典娜就收屁了 然後他又不用 不是白馬打 不是白馬打 白馬只是一個放大 然後他開盾 搞到他硬直 硬直 然後他又用把東西扔 然後阿典娜就被人收屁了 算了 我聽完之後 已經不想看了 OK的 這個戰略是嗎 算了 你不太戰了 打完阿典娜 然後他又放他走 即是防止了 因為他之後還有故事 即是防止了日本 然後就可以繼續收後供 帶過阿典娜的槍身在哪裡 阿典娜的槍身就是小倉環 你繼續保管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阿蘇 OK 大概的故事是這樣 其實是一套很普通的廢文片的開展 很開心 你說得很精彩 我覺得比妹妹的大會好看 我接受不了這套 你不是妹胸 第一 第二 女主角很對口味 日粒羊子也有非常好 日粒的嗎 日粒的 應該沒有人會看的 不是Mon Hunt的日粒羊子 Mon Hunt的日粒羊子 是有萬二個用者 經常死的 算了 夠了 夠了 最後補充一些 先補充一些 他原本是一套輕小說作品 原畫本身是很差的 線條很簡單 包一包面 很簡單 兒童香 我覺得真的 有兒童聞下來 不是 很密 怎麼說 羅利樣子也不算 總之畫得很差 很頹 是這樣的 但是他現在去到動畫版的演繹 人的身高比例 身形 全部都大改變了 變成做一個 你看下去 好像一班十幾歲 十二三歲的小妹 如果看他的原作畫 現在變成好像二十二三歲的姐姐 好一點 感覺上應該是動畫 所以這樣就好看好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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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解釋 好啊 好啊 救啊 幹嘛不被人說完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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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